有个朋友就问中生制药1177 那么5.76元的前景怎么看呢? 这是个故事来的 5.76元 如果你说前景就... 说真的 中生制药本身就没什么很特别 他也是做OCC药为主 他和1093两只都是做这些 其实就不会说很特别 很juicy的 不过好在他的估值就不高 还有叫做之前那些 就是在中国那些生物科技股 很高估值的材质一大堆之后 大家始终Healthcare都可以买一点 那就变成了现在顶得好一点 如果你说5.76元买 我觉得都可以hold的 不过就唯一你... 就是我都经常挂在口边说一句 买什么股都要设止蝕的 那给你个止蝕 止蝕我这个我就会顶得阔一点 我觉得可以 就是譬如去到真的5.2才停下 算都没所谓的 就是如果5.2就等于这一年来最低的那些 那些低位都穿埋的了 就是confirm整个市场也好 或者他们整个市场都应该很差很差才会 那否则捱得过没什么事的 其实就我觉得有些机会 这一转都有些机会可以慢慢上得回 可能5.96元这些位置的 就是第一站都应该都见到的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梓